我不是药神豆瓣9点0分,坏猴子72遍电影计划宣告彻底成功,你看了吗?没,那还不去看,啥啊?我不是药神,不是没上映呢吗?已经点应快一周了,赶紧去,啊,好,这一周的朋友圈除了少了梅西C罗的世界杯,詹姆斯,考新思转会的NBA,或许也只有我不是药神,可以与他们匹敌了,相较于《战狼2》的热血爱国情怀, 我不是药神的社会温情,传递更加细腻的打动人心,看完了吗?嗯,咋样,他们真不是人,啊,我趴在我媳妇怀里痛哭流涕,不至于吧,不说了,香家,国产电影这些年多数都是一桶一桶的爆米花,没想到时至今日,一包又一包的湿纸巾成了影院热门,本以为是自媒体人为电影夸张的造势,没想到走出来眼角便是泪痕, 上一部影院让人如此感动的作品叫做《亲爱的》,今天的这部作品叫做《我不是药神》,毫无疑问,作为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,我们一旦开始好好讲故事,韩国的电影真的只是一个套路的模板, 哎,看了吗?看了,准备明天带我爸妈去看,我也带我女友去二刷,真是难得好作品,估计票房可观啊,徐峥他们演得真好,故事讲得好,对了,别忘了,准备至今,是吧? 毫无疑问,在7.6号《我不是药神》全面上映之时,上述的那段话,会成为很多人的谈歌之一,虽然不清楚他能否创造新的票房奇迹,毕竟江恩的邪不压正紧随其后, 但目前来看即便离一风的高光之《做动物世界》,豆瓣7.4分在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点应期表示压力都很大,至此,你不由感叹,宁浩徐峥他们的可怕,宁浩的坏猴子影业,至今已经推出了《疯狂的石头》,《疯狂的赛车》,《黄金大结案》,《无人区》,《边境风云》,《新花路放》,《绣春刀二修罗战场》等多部优秀作品, 如果说《开心麻花》是新进的口碑保证,那么宁浩的《坏猴子影业》,也对得起口碑担当,《坏猴子》计划又出电影啊,看了没,没呢,周末去,一起啊,《坏猴子》72遍电影计划已经推出了陆阳导演的《绣春刀修罗战场》,以及当夏文木野导演的《我不是药神》,这也使得大家对于接下来牛涵导演的甜美生活,曾赠导演的《云水之旅》,以及 还在剧本研发和制作当中的其他作品充满了期待,对于这,就而真得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,历经两有不齐,刀黄渤,张家辉等成为口碑保证,再到《开心麻花》,吴京,陈思成,林超贤,家之坏猴子们,国产电影的未来真的很客观,或许霸王别姬的影坛高峰, 真得能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得以复现,加油,电影人们!